歡迎收看阿倫之一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太棒了 是的 我們之前有介紹過 我們的古早味 對 台灣小吃 台灣的農產品 台灣的熱炒店 鹹酥雞 鹹酥雞攤 對不對 但是很多的觀眾朋友就說 你們欠缺一項 欠缺哪一項 不管是旅行 郊遊 看電影 他的絕佳涼拌 該不會是 乳味 乳味熱的好吃 冰的也好吃 真的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的 當然不是加熱乳味 就是比較傳統的 各位你看 比如說在電影街有沒有 看到它就是有一個櫥窗 有一個櫥櫃 有一個櫥櫃 然後前面會尬一台腳踏車 然後呢 騎到哪裡 賣到哪裡 警察來就趕快騎走 對 我跟你講這種乳味真的是讓人 魂吟夢見 冰震乳味那一種 是不是 而且很多在那個米其林 碧比登都有被推薦到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來 試試看跟大家介紹 就是老外眼中喜歡的乳味 而且因為這個乳味攤裡面 有很多 不能說的秘密 對 比如說有肌 有鴨 有內臟類 這些東西我們的外國朋友 他們可以接受嗎 不能說的秘密 可是 他不懂 所以今天好好來考驗一下 他們是不是都可以接受 所以我們也請到了 池田大將南北 還是最愛台灣味 我們的藝人團代表 歡迎下位 來 滷味 當然對面呢 這個不愛那個不吃 愛鹹又貪吃 我們的聯合國代表 因為 台灣滷味食材白白種 外國人真的能接受嗎 今天聯合國代表們 就要來品嘗看看 究竟哪些滷味名單 連外國人都再不缺口呢 其實台灣滷味品項也非常多 每次去都不知道夾哪一個 買太多又自己吃不完 對不對 所以這麼多品項當中 到底哪一些是老外的最愛呢 是的 那我們也把它呢 透過街坊編排了最喜歡的 跟最討厭的喔 又討厭的 那所以我們先來看什麼 我們先來看 我個人 沒有要看我個人 要看老外 老外 喜歡的 我們先看喜歡的 那麼多 喜歡的大家會比較開心一點 對啊 不喜歡的等一下給他們好看 真的假的 第二個是什麼 請看我們的VCR 這是很甜蜜 這個季度 他們都放在它 是很甜蜜 對 很甜蜜 對 他說還蠻喜歡 因為那個肉很嫩 然後又有點鹹 然後他也喜歡它上面的調味料 然後他也喜歡它上面的調味料 不太甜蜜 但它很甜蜜 他覺得說加一點辣會比較好 但他覺得是可以接受 他覺得是可以接受 有點玩笑 但不然還可以 他說形味有點重 但是除了這個之外 他覺得是可以接受 味道 肉 有點豐富 我可以吃很多 他的味道也是足夠 他也很喜歡 他覺得也可以 嘗嘗吃這道菜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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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覺得口感還不錯 我喜歡它的味道 不太強 雞肉的味道 非常好 而且很柔軟 他說它的味道沒有太重 他覺得那個雞的原味 存在裡面 還是可以吃得出來 那個雞的味道 然後雞肉又很嫩 因為我們是街坊的關係 所以很多的東西 我們在家可能要拔的時候 對 我們都會把它剪成一小塊 方便他們吃 而且他們吃的時候看不到 而且剪成這樣 他們也看不出來是神奇 對 答案已經昭然落街了 你們以為是 到底是什麼 對啊 什麼 到底是什麼 請看 雞脖子 太美味了 雞脖子 雞脖子 把肉切下來就不是雞脖子 對啊 雞脖子要整根 對 可是就怕你整個雞脖子 他們就不敢 從鎖骨的地方抓著它 可是我覺得雞脖子最好吃 就是一邊蹭它 然後那個吃那樣子 對 但是如果你整個雞脖子 給他們的話 他可能會嚇死 他會嚇死 嚇死了 對啊 這是我們的傳統小吃 滷味必點就是雞脖子 誰推的 雞脖子是我推的 你OK 其實韓國人也會吃雞脖子 但是吃雞脖子的那個地方很少 就是炸雞的時候 有一塊雞脖子這樣吃 通常都是這樣炸著吃 炸的 對 但是這樣炸著吃 我覺得應該是不太好吃 因為好像吃麵皮的感覺 沒有什麼肉 雞脖子 而且你們雞脖子都不用切的 這樣一整個這樣 對 一整個超長的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台灣的雞脖子 肉很多 而且很大 當然 韓國的雞脖子肉很小 完全是 好像啃那個骨頭的感覺 但是我來到台灣 吃了那個乳的雞脖子 真的超好吃 而且它的肉真的超多的 好嫩喔 肉 而且這個肉也太多了吧 因為我覺得台灣的雞脖子真的是 不像雞脖子 因為它的肉真的很多 那到底我們聯合國代表可不可以接受咧 可以的話 圈插一下好嗎 欸 我真的沒想到你對雞脖子 為什麼 大家都喜歡耶 可大 你也喜歡喔 我雞脖子是一個意外的發生它 發現它是好吃的 就是有一次我去滷味店 然後想點肉 我就沒有看到雞翅雞腿 我問那個老闆有沒有雞肉 他就跟我說這個 我那時候不知道它是什麼 就覺得應該不是內臟 然後可能是什麼 創意雞肉捲之類的 是 然後回去就大口咬下去 結果中間一根骨頭 我那時候有一點點不爽 但是吃一吃發現 還滿好吃的 就是不爽裡面帶點爽 對啊 就大口咬下去的時候 而且肉很多對不對 而且對 台灣的雞脖子肉真的很多 其實你下次可以點 所以雞脖子前面兩位也不能接受 為什麼咧 其實我覺得味道是算是OK的 但是就是因為它的這個樣子 然後又是就是因為是骨頭那樣子 我覺得吃的感覺是我覺得很怕 其實它的味道是OK 但是我老實說我沒有很愛這樣子坑骨頭 滷味啊 有分櫥窗滷味加熱滷味 其實我很喜歡買是櫥窗滷味 尤其是那種阿姨幫你抓的時候 它就是例如說你要脆腸他幫你抓 抓完之後其實它就會在裡面 你會覺得有點像健答出奇蛋 脆腸也好好吃 就是你在裡面有時候會發現 我其實沒有豆干啊 但他怎麼都幫我放豆干 對 然後其實我酸菜 今天阿姨幫我加酸菜特別多 你其實心裡面感覺是感恩 你會覺得我下次會再來 對 所以其實滷味來講 我真是吃遍大街小巷 會不會其實是他太忙 根本沒有在做 真的把人性想成這樣 而且我覺得脖子真的會啃的話 真的要啃到是很乾淨 不然就好難喔 你們倆給我一點時間 好 讓我來啃乾淨 認真 這邊還有一個全新的 好的 OK 我的也可以讓你啃 我自己非常喜歡 非常期待 對 非常期待 然後我們就小時候 就是這個肌脖 因為台灣的肌脖子很粗 但是韓國的肌脖子是很細的 然後我們小時候這個肌脖子的 那個形狀是弧形嘛 牙齒也是弧形嘛 然後我們小時候就是 那個放在嘴巴裡面 好像打拳擊那種感覺 不是拳擊都會戴那個嗎 嘴巴 牙齒套 對 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們喜歡的第三名 會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小時候 一點點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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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或可能是牛肉 他以為是鞋子或是魚 或是有點雞的味道 但是他又覺得滿喜歡 它會覺得滿喜歡 我覺得很辣 一點點煙燒 對 對 有點困難 我覺得還可以 他說他滿喜歡煙燻的味道 對 這是牛肉 很甜 他說很甜又很好的美味 很香 他說很有嚼勁 他覺得口感還不錯 他說沒有很鹹 因為他剛好不喜歡吃很鹹的東西 只差一名而已 這個到底是什麼呢 請看 雞腳 天啊 雞腳一定是配電影 對啊 很好吃吧 而且剛剛雞脖子 他們這些外國朋友就不能接受了 那雞腳還得了 雞腳就像你 你吃雞腳 你就好像你有一個半自動步槍 你會一直吐子彈出來 沒有 我覺得 我覺得是因為我們真的把它剪了 對 要不然其實很多老師很怕雞腳 不敢吃的 覺得太明顯了 對 但這個是誰推薦 我推薦的 其實我自己也不愛吃雞腳 因為我覺得它長相很恐怖以外 所以你在捉弄我們 沒有 因為它長相很恐怖以外 然後有時候你煮到太軟 軟爛爛的 那口感我覺得不是很好 我來台灣的時候 是台灣的朋友帶我去吃乳味的雞腳 我才會愛上的 因為而且那個 你們雞腳上面的那個 這一個 這個掌心 這個掌心是最好吃的 對 對 有時候小時候媽媽一滷乳一鍋有沒有 對啊 那個雞腳都唱出來了有沒有 對啊 都這樣子 都這樣子 而且其實厲害的那個乳味灘 它是會 就把指甲剪掉 它會稍微先修指甲的 對 對 就是有做過美甲的 它會先做美甲 然後再讓你吃它的掌心 所以 摊開它的掌心 讓我看看你 選姿又選的咪咪 好 就是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而且我覺得 這個其實跟脖子有一樣的意思 就是吃這種東西 真的就是像小梁哥講的 就是不斷要吐東西出來 對啊 我的脖子已經吃成這樣 有點不太牙關 哇 你的脖子已經被你拆解成這樣了 幾階我都知道 一七階 第八階的地方 所以你其實吃雞腳大概也是要這樣 就是如果 而且我們的雞腳為什麼沒有手指頭 對啊 為什麼沒有 是 是為了老外的關係 所以把手指頭擠掉 把手指頭拔掉 對 可是因為剪刀石頭布 他們都一直出石頭 因為要給他們吃的有些都會怕 他們會怕 對 手指頭 對 雞腳可以接受嗎 請圈插一下 謝謝 對 也不行 可是大家都說很好吃耶 對啊 還是因為你們這樣吃雞腳 我覺得它真的 它光是口感就很奇怪 然後它的形狀 口感哪裡奇怪 口感它QQ脆脆的 可是它的部位 重點是它那個部位 加上這個口感就很 它就是手啊 是這個部位嗎 然後你看 這個是有指甲的 你那個放進嘴巴 它還會刮 你知道會刮到 那好噁心 把它吐出來就好了 然後你把它想得太厲害了 是這個部位嗎 我的背好癢 要不要幫我抓一下 這是新的不求人耶 好了 也太弱了 所以你是怕它的形狀 對 然後它都 它是它的部位 然後我 因為我知道雞是怎麼生活的 所以我真的就算有勇氣 你有跟雞一起生活過 這個我南非長大 我那個鄰居就養一堆雞 那你會吃豬腳嗎 沒有辦法 所以任何的腳都不吃 因為我吃進去有一個畫面 只有一個畫面讓我不行 就是我會想著 他們還在農場 踩著自己大便的那個 這個畫面 對 這個畫面讓我認真 它洗乾淨 不管 對啊 不管它有沒有洗乾淨 消毒不行 那如果 那如果剝開了 然後就跟你說是雞皮 可以嗎 所以像剛剛它已經剪好這樣子 還是不行 還是不行 而分之一強的觀眾大家好 謝謝大家對洗南的支持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收看最新影片